吹菊是判官 那为什么那个简体字写出来 右边没有多一点 是像现在最上面那个两个王 左边是谁一部 右边是王 但是简体字说右边多一点 他是唐朝的诗人 西游记里面营救唐太宗的判官 吹判官吹菊 有一部影片叫做 神仙的悲鸣 神仙的悲鸣 吹判官名字是谁 吹菊 那诀 那个简体字是右边有多一话 是义 两个都是王 左边是谁义部 金义的义 但是那是环体字 简体字怎么比环体字还多一点 那是唐朝 唐太宗时代的人 诗人 跟你商言的很友好 然后西游记里面说 营救唐太宗的判官 崔判官 就是这个这个锤鸠 他有一个值得逊